没钱 你怎么办 我不能让人死 我不能吓死 他使用假公章 诈骗医院17万 只为挽救妻子的生命 医院在得知此事后没有拆穿 法院也没有让他坐牢 社会民众纷纷慷慨解囊 给他捐款 这个深情的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2012年2月21日 北京男人廖丹带着妻子杜金领 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 他们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来这了 自从杜金领患上尿毒症后 他每个星期都要来医院做两次透析 廖丹交完钱后 就准备带妻子前往治疗室 这时有几个警察出现拦住了他们 廖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立马表示 是我干的与我的妻子无关 杜金领看到这一幕惊讶万分 原来在过去四年里 廖丹利用假公章骗取了北京医院 高达17.2万元的医疗费 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廖丹叮嘱妻子 做完透析就回家 把儿子照顾好 说完就跟警察走了 在被问及为什么要诈骗时 廖丹流着眼泪 说出了自己的心酸往事 1999年 在家人的介绍下 廖丹与妻子杜金领向使 那时候的男女结合 很少是因为爱情 而是看对方的品质和能力 廖丹虽然老是木讷 却给杜金领一副踏实肯干的感觉 两人很快就结了婚 两年后 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杜金领负责在家里打理一切 廖丹则在工厂里面打工 日子虽说不富裕 可也十分平静 不久之后 廖丹所在的工厂 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家里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 为了生计 廖丹当过交通血管员 摆过地摊 可每次没干几天就不干了 廖丹的祖上是大家族 他本人也曾在工厂里当过劳模 过去的那些优越感 让廖丹看不上这些工作 杜金领没有歇斯底里的责怪丈夫 而是决定自己出去工作 让廖丹在家看孩子 杜金领很能干 每天下完班后 还会去做一些兼职 这样的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有点难以理解 可杜金领却很看得开 他觉得看孩子比工作还累 有人替自己打理挺好的 这一家从此便开启了 男主内女主外的生活 廖丹不奢求这辈子能够生活滋润 大富大贵 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 永远在一起 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 他也无法实现 在2007年的时候 杜金领经常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为了省钱 他迟迟没有去医院检查 直到有一天 他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晕倒 才去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让一家人心如死灰 杜金领居然患上了尿毒症 这种病 虽说不会一下子 要了病人的命 可后续的治疗费用 会将一个家庭拖垮 医生告诉廖丹 每周要带妻子来医院 做三次透析 廖丹算了一下 一次透析的费用是400元 每个月要做12次 也就是4800元 妻子病倒后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这每周4800元的透析费用 让廖丹犯了难 杜金领没有北京户口 入不了当地的医保体系 想要获得补助 他还要回老家河北 办理一系列手续 廖丹不想让妻子来回奔波受罪 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廖丹所在社区的街道办 在听说了这家人的困难后 主动登门拜访 为杜金领办理了城乡特困人员 重大疾病医疗补助 使得他每次治疗过后 都能报销50%的医疗费用 不仅如此 街道办还为廖家办理了低保 每个月他们都可以 从社区领到1700块钱的低保 即便如此 廖家的情况还是很困难 4800报销了一半 还有2400 家里平时还有日常开支 孩子还要上学 低保的费用显然不够 妻子的病 让廖丹走出舒适圈 开始真正挑起这个家庭的大梁 他想过外出工作 可一件事的发生 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没钱 你怎么办 我不能养人死 你二位不能下来 这是现实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男子为了救妻子的命 刺客公章 在四年的时间里 诈骗了医院17万 东窗事发后 他供人不讳 只求能继续照顾妻子 他最后能如愿吗 廖丹外出工作后 杜金领在家 因为无人照看 好几次病危 幸亏邻居发现的及时 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才捡回一条命 从那之后 廖丹便放弃工作 在家里专门照顾妻子 高额的治疗费 让他十分苦恼 在万般无奈之下 他将妻子一周三次透析 改为了一周两次 可家里的情况 依旧不容乐观 为了妻子的命 为了儿子的成长 昔日十分好面子的廖丹 只好低声下气地 去各个亲戚朋友家里借钱 起初 大伙都很同情廖丹一家 基本上都会借给他 可随着次数一多 亲戚们都有了意见了 他们纷纷劝廖丹说 你为妻子续命这么久 已经算对得起了他了 后续的治疗费用 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供不起的 还是趁早放弃治疗吧 廖丹不愿意放弃 他说自己 虽然对得起妻子 可对不起儿子 他不能让儿子年纪轻轻 就没有妈妈 见劝不动廖丹 亲戚朋友就跟他说 以前借给他的钱就算了 今后也不要再来借钱了 廖丹没有办法 只好省吃俭用 将所有的钱都紧着妻子用 然而命运又给他 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廖丹患上了糖尿病 这种病是需要长期吃药的 他买不起药 只好拖着 只有在实在难受的不行时 廖丹才会来到 有糖尿病病人的人家 讨一些药回来吃 以前那个最好面子的男人 最终败给了现实 2007年底 廖丹在多次陪妻子 透析的过程中 发现了医院的一个漏洞 患者在从医生拿 开完单据后 需要去缴废处缴盖章 然后拿着盖了章的单据 去拿药 或者去相应的治疗室治疗 在这过程中 医生缴废处 治疗室是不会对账的 廖丹便想到 如果自己刻个医院的章 然后在医生开具的单子上盖章 不就能钻医院的空子了吗 廖丹知道 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 但为了救妻子 他也只能豁出去了 他抄下围墙上的半证号码 打了过去 对方询问廖丹要刻什么章 他支支吾吾犹豫了半天 最终表示 自己想刻北京医院的章 在花了80块钱后 廖丹拿到了假工章 章是有了 但他不敢用 在口袋里揣了好久 在一次实在交不起治疗费的时候 廖丹便试探性地 将假章盖到了单具上 然后拿给透析室的医生 当时廖丹几乎浑身都在颤抖 好在医生只是简单扫了一眼 便给都金领安排了透析 自那以后 廖丹每次带妻子上医院 都会用这一招 都金领曾多次问丈夫 这钱是哪来的 廖丹则说钱是自己借的 你别问那么多 安心治疗吧 转眼间 四年过去了 廖丹靠着小伎俩 为妻子续命四年 准备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 医院却升级了收费系统 没钱啊 你怎么办 我不能让人死 我也不能下路 他四个公章 四年时间里 诈骗医院是七万 只为救妻子的命 民众知道他的事件后 纷纷为其捐款 他是否能迎来自己新的人生 医院在升级了收费系统后 很快发现了 廖丹有五十多次欠费记录 涉案金额高达17.2万元 于是向警方报案 在警方调查期间 考虑到廖丹家里的情况 医院并没有拆穿他的行为 当廖丹拿着盖了假公章的单据 来透析时 医生依旧随便扫一眼 然后为杜金领进行透析 时间来到2012年初 廖丹决定不再使用假公章 他并不是察觉到 自己的罪行暴露了 而是北京市颁布了新政策 原本可以报销50%的医疗费用 现在可以报销60%了 廖丹粗略算了一下 觉得自己可以负担得起 于是在带妻子透析时 就去正常缴费了 由此可知 廖丹并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他先前的样做 完全是迫于无奈 2012年2月14日 警方查清了廖丹的犯罪事实 将其抓捕归案 廖丹将所有的罪行 都揽在自己身上 警方在来到他的家里搜证时 看到眼前的一切 十分于心不忍 也打心里敬佩廖丹这个人 可他毕竟犯了法 临走之前 警方还给杜金领母子 留了200块钱 此时的杜金领十分绝望 自己病了 丈夫入狱了 以后这孩子该谁来照顾呢 另一边 廖丹也是这么想的 他急得直掉眼泪 让人意外的是 警方第二天就将廖丹放了回去 照顾妻子 还让他不要有压力 等一审开庭的时候再通知他 廖丹很感动 他回到家东拼西凑了一点钱 买了一台二手的电动三轮车 一方面方便带妻子上医院 一方面也可以在家附近拉点活 另一边 当地媒体在得知了廖丹的事迹后 将他刊登在了报纸上 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大家都对这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 很是敬佩 一些福利机构主动联系到廖丹 想要为他提供帮助 一位好心人更是一口气 捐给了廖丹三万五千元 廖丹家里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 可他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按照法律规定 他会被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廖丹要是坐牢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等死了 很快一审如妻而至 当法官问到为何要诈骗时 廖丹痛哭流涕地表示 没有钱 我也不能掐死他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出此下策 在场的人听到这些话 都感到十分心酸 法官最后并没有宣判 还将廖丹取保候审 让他可以继续照顾妻子 几天后 一位珠海的政协委员找到廖丹 向其捐赠了17.2万元 让他偿还欠款金额 廖丹立即将欠款全都补上了 可他诈骗的行为依旧存在 他还是有可能要坐牢 不久之后 二审开庭 法官认定廖丹诈骗罪成立 但考虑到他的作案动机和家庭状况 最终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 缓刑四年 判决一出 廖丹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去 更让他开心的是 福利机构为他募集了善款 来自全国人民的爱心 汇集成了50万元的善款 廖丹这下 再也不怕没钱给妻子治病了 现在的他 闲来无事就喜欢坐在家里 和妻子儿子观看关于自己的报道 廖丹并不认同 有些媒体 把他描绘成深情浪漫的人 他认为 自己既然跟妻子结了婚 就得管他 这是一种责任 也是家的意义